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五轮赛事 今天的片子是 社交移民能有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对赛双方为正方可攻中学 以及反方九龙堂学校中学部 先介绍双方辩元 正方主辩李子慧同学 第一部辩张子盈同学 第二部辩黎子聪同学 以及结辩黄熙同学 反方主辩杨家闻同学 第一部辩李欣宇同学 第二部辩何心悦同学 以及结辩张家悦同学 而今上我们也很高兴能够请到三位评判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性工会女名才中学辩论队教练黄新聪先生 德兰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张介聪先生 以及香港中文大学 和声书院阅语辩论队员陈玉珊小姐 本场的比赛会分主辩 台上发问一副 二副台下发问 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为4 3 3 4 每次发言时间前结束 前30秒会有一叮提示 够钟则有两叮提示 叮叮 超时15秒则会仍然叮三下 叮叮叮 将会在扣除辩元的五分 明白到现在网络可能会有遲换 甚至可能听不清中声的情况 所以每次叮的时候 我都会以手势去做一些提示 留意辩元有责任留意萤幕的 也建议你们不要尝试用这15秒的缓充时间 其余的赛规之前都已经给了各个的学校了 请问双方没问题 好 我们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 订阅评判有方同学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变题为社交移民能有效对抗社交媒体法决 变题中的社交移民 指的是社交媒体的专门 就是由一个社交媒体迁而去另一个社交媒体的行为 而社交媒体罢权指的是部分社交媒体平台 人其主权地位对用家作出不利或顾面行为 近年社交媒体濫用其通讯权利 損害用户利益的案例激增 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推特 面书、谷歌等辉取账号 WhatsApp在今年要求推出新的私隐政策等罢权风暴 人其用户不满导致社交移民潮的发生 我方今天衡量变题的标准在于 社交移民能否令社交媒体作出回应或行动 而舒缓或改善法权衍生出来的问题 第一,社交移民能改善社交媒体法权导致的私隐问题 近期的社交移民是因为社交平台利用用户背景资料作推送资讯 然而被收集的个人资料不单只被洩漏的危机 即成为行销工具令用户接收大量广告宣传资讯 阻碍了用户在网上接收资讯的自由 损害资讯自主甚至私隐权 如今年一月初WhatsApp宣布实施新的私隐政策 用户的个人数据将远远公司连书共享 结果全球各地出现社交移民潮 用户翻分转用其他通讯软体 例如Signal、Telegram、MeWe等等 这一类型的平台则承诺不会返卖广告 以及博取特定的用户数据 在这次的社交移民潮里面 Signal全球下载及安装次数高达6,460万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200% WhatsApp亦作出了相对的让步 宣布更新的私隐条件延期 可见用户除了可以在社交移民之后 保障自己的个人条件 重新主导资讯接收的权利 对抗霸权所带来的私隐问题外 亦成功来WhatsApp感受到威胁 因受到民众压力而作出让步 可想然之若未来有更大规模的社交移民潮 社交媒体的一些霸权政策想落实 将会受制于民众的意愿 第二,社交移民能改善社交媒体 拜权的言论自由问题 基于部分社交媒体平台的主导地位 网络言论审查的过滤机制很容易被濫用 造成言论管制侵害言论自由 过往便不是传出涉及政治相关的言论 做面书突然删除 甚至有将会被禁言的消息 可见社交媒体濫用垄断的地位所带来的力量 压杀了言论自由 基于言论自由受限 用户普遍质疑其对言论审查的组论 因此 有网络群众转移至其他类近的平台 例如EV、Rumble等等 在年前 特朗普被不同媒体追求 例如面书 推特、油管等永久封禁 告知的移民潮后 EV至今累计超过1600万的下载量 并在被指未有采取措施 弹制煽动暴力帖文传播的Parler 做苹果公司同步过下架之后 三天之内新增100万个登记用力 用户从损害言论自由的社交平台 转移去其他自由度高 不会基于政治天见进行言论审查的平台时 既言论自由便可得到保障 而大规模的疑问 更可以建立使用新媒体的大趋势 削弱霸权的力量 最终成为保护言论自由 抵抗言论本制可行的途径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是否承认WhatsApp今次私隐政策盘棋 是霸权的一个让步 叮叮 正方主辩发现时间为4分01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连到反方主辩同学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你开 大声 对不起 大声 对不起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开始 叮 主席 大家好 总括有方两位 总括主辩的演词五分 不难发言方法以下两大错误 第一 论证粗疏 有方认为社交移民之后 由一个主要的社交媒体 而去第二个社交媒体 就叫做有效对抗国霸权 等等 从本质和定义上而言 社交媒体霸权 就等同一个主要的社交媒体 垄断大部分市场 也就是说 是最多人用 如果社交移民 好像你说得那么成功 即是等同大部分市民 都会转去用新兴的社交媒体 不再用旧那个 但这个做法 就只会出现多一个新的霸权 再一次造成垄断 根本没办法对抗到一个霸权的出现 想问有方 有方你认为霸权出现没问题 就是说 是我们社交移民 不会造成一个新的霸权呢? 第二 欠缺成效 有方拒出不同的数据 或社交移民之后 signal这些其他社交媒体的下载量有上升 所以就叫做有效对抗个霸权 但显然 根本方对于有效的标准 令到很低 只是新下载人数多了的新媒体 就叫做有效 但事实上 原本还在使用面书Instagram的人数和比例 仍然是主流 各霸权仍然是存在的 可能根本没有改变到 就算我用新下载人数和有方和我做比较 WhatsApp在今年1月至4月的下载量是1.7亿次 比较Signal的6500万次 还要多出约2.6倍 想问有方 是不是传统的社交媒体人数增加 多了都叫做有效对抗呢? 因此今天我方立场很清晰 市民出现社交移民的原因不是在于有没有社交媒体霸权的出现 而是垄断社交媒体背后公司的行为和决策 当市民反对重大决策时 就会出现用移民的方式 威逼公司去做改变希望做到对抗 但现实上 要做到大量社交移民并不容易 就算移民之后可能都会被收购 最终成为霸权的一部分 可见这个方式并不有效 所以今天衡量变题的标准就在于 社交移民这个做法能不能令社交媒体霸权接纳市民声音呢? 如果不可以的话 移民这个方法就不能有效对抗霸权 我方认为社交移民无效对抗基于以下两大原因 第一未能威胁社交霸权 要有效对抗到社交媒体霸权 要是令大部分市民改变生活习惯使用其他社交媒体打破垄断局面 要是就移民之后 社交媒体霸权主动改变过去政策以换回市民 但以上这两个情况 在社交移民这个做法都不见得是成功 就好像即使面书在上年爆出会侵犯用户个人私隐和过滤铁文等问题都好 但Digital Report 2021指出 香港面书活跃人数比例比往年反而上升 而香港人最多使用的五个社交平台当中 有四个就是面书集团旗下是真正的霸权 而社会上说要移民去的MEV和Signal更是榜上无名 想问有方 如果有方你那里移民这么有成效的话 就可能举出一个用户人数可以与面书对抗的社交媒体 第二难以改变生活习惯 因此社交媒体除了是和朋友交互生活近况的渠道 更加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同消息的来源以及销售产品的渠道 而社会上不同人士都已经习惯使用霸权下的不同社交媒体 更加不会轻易作出改变 反而只会成为多个社交媒体的同时用户 可见有方同学你所说的疑问 原来只是下载多个社交媒体申请多一个账户 但同时我们又会继续使用霸权下的社交媒体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对抗到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有多少个市民真的可以做到完全移民 完全不用霸权下的社交媒体呢? 请有方同学一副举出一个实际的数字 多谢各位 反方主编发言时间为3分55秒 没有过时,没有需求分 接着到台上发问的环节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台上一位便宜向反方主编提问 发问时间为1分钟 接着反方主编会有1分钟时间准备,再1分钟时间回答 而所有的限时到达前15秒将会有一丁提示 叮,够钟即有两丁提示,叮叮 之后就会轮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便宜发问 再正方主编回答 在这个环节请评判留意你填写分数的次序 反方分子第一格按照他们的发言次序会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现在先请正方你派出台上便宜发问 你1分钟时间准备好,请向进行事宜 谢谢 全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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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满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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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满满满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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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在场的期日词听不听我说话 听到 听到是吗 对不起 可峰同学 你们还没订阅自己吗 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发言 我想请问主席情况是否听到我们这边说 因为我们其实两个摄影机都没有开门 现在听到你说话 刚刚我一直都没听到我以为是电脑的问题 是 你们准备好就可以 好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听得清楚 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开始 三分钟时间发问 准备好就告诉我 我开始计算 好的 好的 丁 主席 评判有没有跟我照顾各位 刚刚反方在主编稿 向我们论证的时候 出的收入2020-2021 需要论证 跟我们说 WhatsApp的下载人数 其实都是多个Signal 多个Mine 我们在这里想问一位学校 那时候的数据的总计 有没有包括社交移民潮之后的人数呢 谢谢 反方主编准备时间一分钟 开始计算 谢谢 清晰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返方主便回答 现在一分钟的时间准备了进行的进行事宴 可以開始 明 各位,再一次,大家好 我方同學問我方熱潮下下載人數 我方今天回答你 原來跟你講最新數字 WhatsApp在今年1月至4月的下載量是1.7億次 比Signal的6500萬次還要多出12.6倍 而跟你講原來到2月到4月的時候 Signal和Telegram的下載量已經下跌二成至四成 Signal的下載量更加是大跌八成六的時候 想問我方同學,你這種所謂的熱潮 不需要等一個月就已經攤冷了 當大家不再移民,我們又如何對抗到霸權呢? 多謝各位 現在輪到反方公辨 請反方自由批出一位台上辯員發問 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聲音去鏡頭示意 是咪是咪,可以開始 叮 再次大家回答第一個標準 第一個論點 再次各位說要看社交霸權的公司 會不會作出回應和改善 有方提出WhatsApp延遲了私隱條例的例子 再次各位說這個推遲了 WhatsApp讓步了,為什麼不是對抗到? 首先各位,讓步從來都不等於對抗到 甚至乎即使說相對讓步也好 但現在跟你說WhatsApp要重新推出這個共享私隱條例的時候 它會繼續侵犯用戶的個人私隱的時候 在我方同學,你是不是覺得這個繼續對抗到的霸權 又是不是霸權真正改善到的問題呢? 多謝各位 政方主便已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開始計時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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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体没有作出任何对用家不利或控宁的影响 例如可舍获售用家使人等等 这就不是霸权了 有关同学 但今天现况是什么? 社交媒体抓住他们是用家必需品的这个特徵 做出不利用家的行为 不然之 社交媒体做出什么行为都好 同学只是欲罪真板上 所以今天这场辩论应该要反对社交文明 如何输入或改善这些霸权带来的问题 最后想问 有关同学 如果果实阳光也不叫有效 对抗社交文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是否一定要先铲除这些社交媒体 要做对抗呢? 谢谢 正方一步发现时间为3分05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到反方第一步便 你有3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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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请问 有方将有效的标准 即是放在有人移民 就叫做成功 就可以对抗到 如果这样也叫做到事 这样也叫做有效的话 为什么WhatsApp 就要强制大家在上星期 接受它的共享施恩条款 是不是这样也叫做接受市民的意见呢? 可见 有方并不可以只说有人移民 就叫做有效 更加要论证移民人数足以威胁到面书霸权去作出改变 这才称得上叫做有效 更何况 整个霸权又是否有方说到那么容易对抗到呢? 今天有方只是举出单方面的数据没有比较过 但其实面书全球活跃用户人数为27亿 WhatsApp20亿 Message13亿 还有Instagram的12亿 加加买卖全球都有72亿的活跃用户要霸权 有方要用移民的方式进行对抗 要霸权进行改变 那有方你又想着有多少人是真的做到移民呢? 有方所说的移民热潮原来就只是在1月份出现过 根据监测程式下载量的机构Center Tower指出 WhatsApp移民热点的Signal和Telegram 2月到4月下载量已经下跌二成至四成不等 Signal的下载量更大跌八成六 可见这种所谓热度不用一个月就已经摊冻了 当大家不再移民又如何有效地对抗到呢? 有方同学说社交移民可以施压给霸权公司 但是WhatsApp经历完侵犯事件之后出现一个移民潮 但是到现在活跃人数依然高达20亿 由此可见即使有社交移民对他们都完全没有影响 想问有方同学又如何施压给霸权公司呢? 有方同学又问现在多了人用Signal Miri Telegram 首先现在即使多了人用 但他们的数字是否又可以与面书对抗呢? 另外即使他们人数上升 但其实霸权的社交媒体人数依然会上升 所以即使多了人用 但都不能对抗霸权的情况 着着各位 为什么有方觉得移民会有用呢? 最根本就是希望可以做到减少 甚至没有人用霸权下的社交媒体 但现实上 又是否人人都可以做到不用真正离开呢? 正如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指出 大部分市民难以面对和WhatsApp完全脱离 原因在于已经习惯在霸权下接受资讯 我们又看看Signal的创办 人艾克顿怎么看? 他预料未来用户将会Signal和WhatsApp并用 当市民没有放弃霸权的社交媒体 继续接受有方口中所说的问题 想问有方同时使用Signal和WhatsApp 又怎样可以威胁霸权去做政策呢? 多谢各位 中文想讲 大部分市民难以为 压力公共感的学生 和ло之为 方向的部分 方向的区别 现在三分钟的时间准备好准备进行镜头示意 可以 古同学,今天先门音同学的问题 我们讲一下,现在有很多用户同时使用 好像是同时使用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个社交移民 因为这个社交移民是说一些用户 它是由一个媒体变成一个媒体 所以这件事完全都能够否定的犯罪 主席和英国主席媒体友谈的各位,大家好 来到业务的位置,看看主席的一个部分 英国有两大的错误 一,错误比较 英国一直有执着于社交移民人数多越少 那些人习惯使用的一个媒体 就想着这件事是不合理 但是英国完全不从我部所说 现在社交移民它濫了一个浓烈的地位 就出了一些不利用家的行为 但是在浴随身板上,对他的网团是要舒缓问题 不是后来的数据 所以我们可以说清楚 在台湾的时候说社交移民 会作用一个霸权 但是我方问社交移民一定会 永浪完全没有答复 因为现在永浪根本就找到一个权 或者一个例子去证明这件事 是一定会作用一个霸权 所以其实永浪自己都知道 现在社交移民是处理一些私隐 处理一些移民自由的问题 例如他用这些问题去解决这些困难 所以这样就不是做到一个霸权 所以他跟同学们听清晰 也正会回应我方的论点 不要就是识择 不要把个人的见解放入别提到 第二,错误行量 因为刚才说的 今天的行量表现是说的 会回应回我们的诉求 但是我看到现在社交移民 他们正在说 他们现在正在看见有一%的人 一般才会用到他们 他们才会用这个乌室 他用乌室的时候 最有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 就是正在解决的问题 就不是说永浪这样说 而现在整件事是完全不对提 第三,想提出 我一直在这里讲讲 现在社交移民时间 不是因为摊动了时间 但是其实按照永浪的诺執 时间等于一切 但永浪不虑的是 因为他知道 社交移民的一个行为 就是一个五下时间 不分离见一个现象的时候 社交移民就是被永浪讲 整个继续战争这样 永远都是控制不到一切的 终于是说不过去了 永浪的推论 我们放下现在我们的面提的续心 社交移民现在是 具复的第二件事 合理 我看回现在他能不能够 说明到社交媒体 他们所霸霸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 他的大出色就是什么 一种出色就是看到 我们要追求自由 追求言论自由 和一些私因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需要一个人的权 有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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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网络 小不知现在有很多社交移民 就是为了一些原论自由 为了一些私人 去得到一些自由的空气 所以有些网络 看到网络的网络 正正是引证 他现在感受到威胁 正正是可以有效地 对抗社交媒体的网络 和网络 尤其网络 如果认为变谈不成立的话 网络的网络 市民是否完全不需要 注重私因和言论自由 多谢各位 正方二户发言时间为 2分59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再轮到反方第二户面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尽快计 尽快计计 尽快计计 10位 找到 你听得到 叮 主席 评判 助助国 大家好 简直7个字 总括有分论 目标手段 不相符 有分今天说要移民的原因 可能因为霸权上有不公 会影响香港人随隐 和骷杀了言论自由 所以就要疑问了 走至18年面书就已经爆出会出售个人私印和会过类贴问 甚至还被澳洲资讯专员公署提高 都有人提出要疑问 但到今天面书仍然是全球最多人用的社交媒体 远远超越你所说的Miri Signal Telegram 而面书对于这些问题就只是出来作澄清 连认都没认过 其下的WhatsApp更加无视有方所谓的热潮 在上星期要求大家接受新的私印条款改善都没有 那又如何做到有方你所说的私印呢? 移民之后都改善不到北京的目标 根本就是没用 况且从商家的角度来看 因为有广告和演算法 令到社交媒体只是一个良好的宣传渠道 但Miri宗旨在于正正不会加入任何广告和演算法 正如美国营销专家杰森布林指出 Miri商户如果不频密地发布帖文 用户会错过内容影响宣传成效 可见对于一个商家来说 做了宣传等于没做 想问有方你作为他们会不会赌钱下海呢? 而有方今天犯下以下两大错误 第一有方今天很矛盾 一方面就说WhatsApp 当WhatsApp是必需品是坏 另一方面又问市民是否要关系WhatsApp的私印条例才好 当然是有方同学 市民当然想整个私印条例取消 而不是只是推辞 但有方同学你这样做是怎样做你口中所说的有效对抗呢? 而有方一负 你问我方是否要完全取消私印条例 我方答你 原来现在大部分人一边用Signal 一边用WhatsApp面书 那施压又是否真的有效呢? 第二 今天有方说霸权媒体的人数少了 所以可以减低垄断 但我方同学何来的少了? 根据产信 原来WhatsApp面书这些社交媒体 目前都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 面书还在去年在香港每个月 就有580万的活跃用户 是占整体人口占的八成 所以人数根本从来都没有少到 而有方今天找不到一个数据 它是MeWe Signal等这些新兴社交媒体的活跃用户 是比WhatsApp面书这些媒体罢权多 所以便提绝不成了 再绝各位 讨论了这么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用社交媒体呢? 我就很简单 可以看看自己朋友的近况 又可以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 还可以知道今届变超轮回的走势 但大家停一停想一想 以上做的这些事情的前提是 你有朋友跟你在同一个社交媒体上一起做 这样才可以做到 如果只有你自己一个疑问 就去用MeWe 就去用Signal 坚决对霸权说不 到最后可能大家都会以为你消失了 但这些不是叫移民 是叫离群 同样地 我看出有方四位变员都很有决心 可以完全移民 但又是否真的个个人都可以做到呢? 当没有人跟你一起移民 你自己玩社交媒体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想问有方 当霸权制衡不了新媒体兴起不了 那移民又有什么作用呢? 多谢各位 法方已故发言时间为3分07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我来进行台下发文的环节 每轮双方各有两轮的发文 现在请政方派出第一位台下边缘发文 然后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 请问镜头示意 好的 我们去报告 跟我听一下 你听到吗? 对 对 好 然后 对 1、2、3,丁 主持评判有方同学在座位 大家好 有方同学在意的是 占有率的问题 但是吸纳是 都不可以 大事 有方同学今天一直在论聊时评 有方同学论证的是 社交疑问是否好行 跟我们说应该是习惯的问题 所以市民不会疑问 担心 规模不够大 所以还以震撼其地位 可见有方同学介意的是 规模和数字的问题 想问有方同学 是否只要规模够大 时间够长 有方同学就承认有效 多谢各位 下一方 现在有1分钟的时间准备 开始计时 节目 100 4 0 1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请反方自由派出位便宜回答, 你好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去镜头示意 叮 今天有方, 首先多谢有方和我的台下发问, 但今天有方问我方是否规模越大做得越好就叫社交移民 我方答你不一定, 今天有方其实很有趣, 他觉得一两个人移民就叫做有效对抗 那昨天现况上SignalMeV这些程式的人数上, 是真的未超越WhatsApp和面书这些程式 其实根据面书2021统计数据上, 其实面书每个月是有2.8亿的活跃用户 所以其实就算Signal和MeV加上这两个程式, 都是远远比面书的活跃用户多, 多谢各位 接着轮到反方, 派出位台下便宜发问, 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真理镜头示意 1, 2, 3, 丁 在座,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主辩行量辩提的标准是要社交媒体霸权作出回应, 又或者舒缓和改善, 或设计和改善 不过连有方同学提出的WhatsApp, 其实今年1月至4月期间获得1.7亿次的下载量 部公司面书更加表示, 大部分用户已经同意了新的条款, 可见社交媒体对WhatsApp无实际影响, 霸权的地位比以前强了 请问有方同学, 如果社交移民真是你们说到这么有成效, 为什么现在大部分WhatsApp用户都会同意新的条款, 而且下载量比以前更多呢? 请有方同学正面论证, 多谢各位 正刚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预备, 开始计时 会计数告 又前面 叮 凉什么 叮 各位 语多红人跟我们说 屋下有多少少储 gather 但玻珥说会是什么 WhatsApp在宣布了会实施了这个取决资料的政策之外 下降了43% WhatsApp还在做同样的事情 但其实我方已经说了很多次 WhatsApp是否先回应了大众的数据 会否作出了弱步 那就是对方 你可能不要再温柔时期 谢谢 现在再请请帮你批出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你一分钟的时间准备了整理认识业 试咪听不听到 清楚 一二三叮 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学在意的是占有率的问题 但是任何政策都不会一触而走 今天我们看到其他社交平台的数据一直上升 对WaSafe已经进行了威胁 有方同学今天很矛盾 和我方说有效对抗法权的标准是 用社交媒体折纳市民的声音 改变他们的政策 但我方就不明白了 有方同学的主辩 今天开始一直不敢回应 波式因为一巴仙反对他们的政策 用户的流失 就改变原谅了他们的私隐政策 还是有方同学觉得 波式这样也不再改变政策 请有方同学正面回应 不要唱一些社交移民报道 是否可行为文化的声听 多谢 反方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中文字幕并且感谢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请反方派窗外电源回应 请反方派窗外电源回应 各位, 再一次, 我方和我从前场到台下都在问WhatsApp改变了私隐政策, 为什么不算是对抗方答到你最后一次 现在跟你说WhatsApp不是改变私隐政策, 而它只是延迟了的时候 原来到今时WhatsApp说要重推共享私隐条例的时候 所以你今天觉得对抗了又对抗了去哪里呢? 即使今天你和我方说WhatsApp免书的人数下降了, 但你又没有保证到下降了的人数, 它们去了MeWe和Sailon呢? 这一点我方和你保证不了, 甚至乎今天过于理想法, 根本没有比较过霸权媒体和新媒体的实际人数 既然今天你在人数上都说不过去, 所以今天我方和我方执着于人数的问题, 但今天变题讨论仍要可行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移民人数又没有可能性问题都说不过去, 今天怎样有效对抗到社交媒体的霸权呢? 甚至乎今天标准很低, 如果有一两个人移民都叫做成功的话, 现在我也在用信号 那是不是现在我们有成功对抗了霸权呢? 谢谢各位 接着轮到反方派出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给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到镜头事业 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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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试米 试米 试 corre 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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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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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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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